佛罗里达不光不养闲人 闲蜥蜴也不养 这个男人居然要把一只刚刚捕杀的蜥蜴 挂在鱼沟上来当今天的诱饵 谁让这片水域不掉则已 只要一出水就全是大鱼呢 这只足有五金 浑身硬刺的大蜥蜴一入水 我都不敢想效果有多拉风 当然了 这家伙之所以能猎杀 还是因为蜥蜴在佛罗里达属于外来物种 在当即可以按规捕杀 朋友们千万不要魔法 同时 鱼尔硬核的装备也必须不能拉挂 为了钓大鱼 老哥今天特意准备了祖传的钛合金鱼带 甚至连主线都选择了最强拉力度的 就算是钓到几百斤的大鱼 也不用担心鱼线崩断 那么既然装备是如此的硬核 老哥话不多说赶紧就把蜥蜴扔下水去 可这还没完 等待的过程中 他还不忘再次掏出一条长得像蛇一样的死鱼来 切成一大堆的碎块扔进盒去 这应该就是用来打窝了 人家这钓一趟鱼的成本 比我一趟的收获还要多 看得我真是越来越好奇 它究竟能钓上来什么鱼呢 随着碎鱼块被陆续扔下去 强烈的血腥味也迅速地在水面蔓延开来 很快老哥的鱼竿就被一股强大的拉力咬上 鱼线以疯狂的速度放出 情干的手都忍不住颤抖了 可一看出此时鱼竿的末端 已经被大鱼拉得重重弯折了下去 以老哥丰富的经验来看 这家伙的体重不会低于一百斤 而且必须得是凶猛的掠食性鱼类 才能有这样的拉力 也幸好今天用了这威力无敌的钛合金鱼端 不然就凭这几下的拉力 鱼端就算无端 鱼线也得阵亡 此时大鱼正是体力充沛的时候 老哥没法锁起线轮 只能采用拉锯战 一上一下的抬端消耗他的体力 好在这片水域不深 长度也有限 放大鱼跑个痛快 也跑不脱他的手掌心 只要大鱼不脱钩 迟早能把他弄上来 期间老哥就站在大坝边 一来一后小跑着溜鱼 一时间两方谁也站不到上风 你瞧这鱼力量有多大 刚才还只是弯折下去的一步 现在已经开始不停地抖动 说明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按理说这个时候必须要稳住 可大鱼拽着鱼线一路狂奔 老哥光是控制自己能拿稳鱼干 已经是拼进了全身的力量 好不容易运足力气打算做最后一波 谁知道这时候意外发生的 天哪我没看错吧 鱼线居然就这么被硬生生扯断了 这到底是碰到了个什么海中猛兽 才能把这传说中 断杆不断线的加固鱼线活生生扯断了 本以为血本下成这样 怎么也能掉条差不多的鱼 谁知道这趟不仅陪了夫人又折兵 连颜面都扫了地 要知道这一套丝滑小连招 曾经帮他拿下过无数的战绩 无论是多大的鱼都不在话下 今天却遭遇这样的滑铁卢 不过人在桥边走 也难免不失血 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下次升级装备再站 同样都是八岁小孩 我这个年纪还在祸你吗 这个小孩却马上要迎来 人生中第一条百斤大鱼 眼看海中大鱼被猛地拖出水面 小孩赶紧锁锦线轮猛摇鱼班 虽然是第一次钓鱼 但通过船长的指导 他也是很快学会了 当下加肝的核心要领 不过五分钟的功夫 就把大鱼拖到了船边 好家伙快看看 这条大鱼鱼也太炫酷了 这树斩的大背棋 就像一张大旗帜 不愧能叫这个名字 而这还只不过是 今天的开胃小菜 小江锈完了 船长也打算出来露一手 这次他也是一如既往地 延续了毫无人性的船头 先是准备了一块大监鱼 坐下鱼头后扔进水间 随后赶紧把猪鱼杆慢慢放进 强烈的血腥味飞快地 就吸引来了大鱼咬钩 船长等于献放出足够的长度 就锁死献轮准备战斗 然而在小孩哥的强烈要求下 还是把率先摇轮的机会给了他 自己则把这鱼杆控肠 可小孩虽然兴致很高昂 体力还是有限 没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 只能求助父亲 谁知道父亲比他还在 就这样一船人采用了车轮战术 来回跟大鱼搏斗了半个小时 才终于把大鱼弄上来 好家伙这竟然是一条200多斤的公牛纱 怪不得这么难掉 小孩合了个影 这回到下辈子都有得吹了 当然这还没完 搁几个这回掉海了 直接拿了一整条鱼扔下去 十几斤的重量扑腾扔下去 把海面榨出了一片巨大的水花 这回也是由小孩煮掉 刚穿戴好装备 水下大鱼就猛的一个用力 把鱼杆拽得深深舌了下去 好在船长和父亲在两侧护发 赶紧地往下放出鱼线 避免强烈的春浪 不断帮小孩调整收线的节奏 这回的鱼比前两次都难掉 没几分钟小孩就累成了一张大红脸 可是这回他没有轻易放弃 想做一名合格的吊手 就得养成坚持不懈的好习惯 最后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二十分钟的奋力搏斗 终于把大鱼拉得筋疲力尽 灰溜溜地浮出了水面 这居然是一条三百多斤的巨人石斑 石斑虽然很常见 但这么大一条放在哪都是重量级了 哪怕是见多识广的船长 也忍不住跳下海去 和他亲密接触一番 想必通过这一场锻炼 也让小孩更加坚定了 做一名职业吊手的决心吧 看得过瘾点赞关注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路